提起胡歌 这是太多人心目中的男神了 不管是颜值还是人品 都是无可挑剔的状态 身为艺人 并不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而是可以对身边的人足够平和 这是不可多得的品质 很多喜欢胡歌的粉丝 还是比较关心胡歌的感情生活的 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难免是会面对外界的各种催婚催生的压力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世俗观念 在官宣有了女儿之前 胡歌当然是被频繁地催婚 都希望胡歌可以早点找到属于自己的对的人 每次被催婚的时候 胡歌都是开玩笑说彭于艳都还没有呢 我不急 在与自己的前任女友分开后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空窗期 胡歌则是转头娶了圈外人 当在网络上公开好消息的时候 直接就是说自己已经有了女儿了 简直是太劲爆了 演员胡歌在社交平台 官宣自己结婚生女的喜讯 该消息一出瞬间登顶热搜榜单 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 胡歌在小作文中写道 我当爸爸了 母女平安 向大家报喜 入行整20年 感谢大家陪伴我一起成长 此刻我将和你们共同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过去的一年诸多不易 老婆不是公众人物 为了让孩子顺利诞生 喜讯隐而未宣 望大家多多包涵 莫尾他还特地给网友送上了新年祝福 并表示这是给网友的新年惊喜 据悉 胡歌这是娶了自己的经纪人黄西宁 平时都是在一起工作生活 仍然可以走到一起 就说明彼此之间还是有着很多的共同语言 对方身上是有着可以吸引自己的品质 太多人都是比较好奇 为何胡歌选择了平平无奇的圈外人 既然胡歌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就说明对方是有着自己的本事的 我们默默地祝福就好 胡歌已经成为了新手爸爸 当了爸爸后再度录制节目 难免是会在节目中提到自己当爸爸后的一些感受 称自己抱着女儿的时候都会很害怕很担心 因为女儿抱起来软软的 就像是一块豆腐一样 很担心把其给抱碎了 看着胡歌的表述 这不就是新手爸爸会有的忐忑的心理 加上胡歌平时在外工作也都是比较忙碌的 并不可能是经常在家陪伴女儿 小孩子大多都还是比较认生的 当胡歌看到女儿和自己并不是那么亲的时候 也会觉得有一些失落 虽然很多人一时间很难接受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但胡歌的评论区依旧满满都是网友们送上的祝福 还调侃他是一个闷声干大事的人 胡歌作为一线实力派男演员 感情状态一直是网友比较关注的话题 1982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41岁 早就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 之前一直有网友催促他赶紧找女朋友 还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大龄圣男 有关让他找对象的梗也向来层出不穷 何景曾在颁奖典礼上调侃胡歌 说不能吴磊结婚了他还没结婚 但胡歌确实是在吴磊前面成家 不知道是不是何老师当年的调侃起了作用 胡歌之前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采访 在被提及什么时候结婚的这个问题时 胡歌的回答是我不着急 彭于燕还没结婚呢 当时彭于燕还给他回应他不急 那我也不急了 可见彭于燕评论区沦陷指日可待 距离胡歌官宣之前最后的一部作品 就是县委大院 该剧播出结束之后他就很少营业 微博也都是团队转发的消息 并没有什么他本人的生活分享 谁能想到消失的一段时间 竟然是去完成人生大事 不仅突然就是有女朋友的人 还一夜之间冒出了一个孩子 顶流男明星隐婚生女 为了家人不被打扰和自己不被传绯闻 而选择将好消息公之于众 网友直呼偶像剧情节照进现实 与很多娱乐圈的男明星相比 胡歌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他是又靠谱 他一边尽力保护素人女友不被外界打扰 一方面又能给族女方安全感 一般一个明星公开人生大事 他的往事也会被相继扒出 细数胡歌历任女友和绯闻对象 很多网友都很好奇 真嫂子到底是什么人 据知情人士透露 女方是胡歌的服装助理 名字叫黄西宁 生于1993年 而且是一个白富美 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家庭条件相当好 二人因为都养猫而走得很近 日久生情 如此看来 两人郎才女貌十分般配 其实胡歌过往情史相对简单 他只公开承认过两位圈内女友 第一个就是薛佳宁 当时正赶上胡歌因为车祸而住院 女方在他住院期间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 这就是所谓的同刚苦共患难 后来二人因为聚少离多选择分手 而胡歌同时也是圈内好男友的典范 分开后再提及对方句句都是称赞 他们到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 胡歌公开的第二个圈内女友是江书颖 二人因戏生情 当时江书颖的名气还没有现在大 而胡歌早就凭借先见奇侠传 成为炙手可热的一线小声 二人被拍到同时现身机场 并且举止亲密 随后胡歌就毫不避讳地大放承认恋情 并且还在网络上维护自己的女友 不得不说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应该做的 胡歌和江书颖都没有公开当时分手的原因 只能说分开时非常体面 胡歌语言文字中都是对对方的祝福和称赞 而江书颖在多年后参加综艺的时候也表示 曾经的前任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给了当时还是新人的她很多鼓励 最重要的就是双方都在尽量避免间接蹭对方热度 其实不难想象 剧播完了双方都走出了这段情感中 没有拍戏时的那种情感 而且不得不面临一些争议 这时候也就发现了对方其实并不适合自己 胡歌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流传他已经结婚生子的消息 不过对象并不是那个神秘的圈外嫂子 而是曾经跟他合作过的女演员王小辰 随着二人结婚生子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胡歌对此并没有任何回应 在很多人以为二人间接承认的时候 王小辰本人亲自否认了这段子虚无有的谣言 有网友评论王小辰 听营销号说你和胡歌生了个女儿 是吗 王小的回应则是我的姻缘就是这么被挡的 咋不说我生了个猴子 当然王小辰这段话并没有带有什么讽刺胡歌的意味 只是高情商替双方了结这件事 像胡歌自然是知道娱乐圈的一些混乱的 加上要是同为圈内人 大家都工作性质决定了和家人之间聚少离多 长时间的两地分离 难免是会有一些隔阂的 而胡歌选择了圈外人结婚 说明自然是深谙找圈内人的一些弊端的 我们还是祝福胡歌幸福就好 胡歌出道20年出演过仙剑奇侠传 伪装者等经典剧一直以实力示人 她是圈内为数不多的顶流演技派 如今结婚生女可为全网祝福 再次恭喜 对明天我这就来说